关于最佳阵容的评选,可谓众书分云,近日,妹妹Fadeway World评选出21世纪至今的NBA最佳阵容,其中库里空球后卫,科里德芬后卫, 掌姆斯小前锋,邓肯大前锋,奥尼尔中锋成功入选,虽然这五人在实力上无庸置疑,但其中不放球员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议,奥尼尔作为联盟顶级内线,他巅峰期的统治力,以及杀伤力放眼力时也极为罕见,特别是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,他帮助虎人以吹库拉朽之士拿下三联冠,随后加盟热火, 同样辅佐为德拿下了一座总冠军奖杯,实力不得不服,在大部分人看来,邓肯是历史最佳大前锋的无二人选,无论在个人荣誉,性格以及人品上,邓肯都得到了大众的青睐,他的当选无可厚非,尔克比以及珍姆斯,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两名球员,二人在联盟中对抗多年,虽然不曾在总决赛的舞台相见, 但作为全民偶像的他们,已经从生涯开始到生涯目年都完美的证明了自己,因此科比和詹姆斯的入选可谓明知所向,库里入选本世纪至今最佳空位,显然是一些球迷不能接受的, 在本赛季,两届常规赛MVP库里本赛季只逐选了三战,这其中自然有伤病的影响,但也证明了他在同位之球员上并没有取得霸主地位,而放眼本世纪,包括艾弗森,那时,吉德本人在能力以及观感方面均有过人之处,但最终该媒体依然选择了库里,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首先,勇士是当今联盟最强大的球队,三年两两冠宣告建立王朝的他们,成为了联盟中每支球队都想要挑战的目标,而库里作为这支伟大球队的进攻核心,对于球队的帮助甚至连杜兰特也不能相比,但从胜率上看,上赛季只要库里在场的比赛,勇士赢球的概率,一度高达80.39% 而在拥有杜兰特没有库里的情况下,勇士的赢球概率,仅为57.14%,而在杜兰特受伤,库里单独带队的情况下,勇士的赢球还是能维持在80%左右,作为NBA历史上最伟大的射手之一,库里的打法定义了这个时代,在过去看来毫无道理的投篮却在他的手上幻发神奇, 作为小球时代的引领者之一,他用进攻书写的别样的色彩,而这样的观感与体验,都是曾经不曾有过的,这也因此成为美媒体选择互利,作为本世纪最佳空位的原因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